第一次在鸟巢区域搭建 哇 选歌 选歌这次其实我有精心设计了一下 保密 哈喽 搜狐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华晨宇 鸟巢 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国家最大的体育场 我第一次开鸟巢的时候是五年前 其实也是因为源于我跟歌迷在我刚出道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是有过一个约定这样的 所以第五年的时候就我们选择了鸟巢 那今年是第十年 我觉得还要继续去完成这个约定 所以我就又把演唱会给 搬到了鸟巢来 然后又为这个鸟巢重新去设计了一个新的 目昧 舞台 然后 我们这次也 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突破吧 第一次在鸟巢区 搭建四面台 因为鸟巢很大嘛 然后那个舞台搭建的就其实是非常大的 对我的体力也是一个考验 我一直都有在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健身 这个度就一直保持在就还就还好 哇选歌 选歌这次其实我有精心设计了一下 因为 其实我不能透露太多 因为我觉得这是惊喜 相信来观看 鸟巢的所有的 歌迷啊 大家都能感受得到 十年的这个汇报演出的这个这个感觉 保 保密 主要是巡演 接下来 主要是巡演 然后再就是 还有一档综艺节目 对 我觉得这次里宁的 无限可能运动会 整个的运动氛围是非常的 强烈的 还看到了 一些很知名的 国际篮球巨星 刚刚还跟他们有一些小 小的互动 还和拉斯尔一起组队和 韦德那一组来去 小小的 PK了一下 做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这个 空中接力 还挺有意思的 这一次我觉得 李宁整个的 新的这个 CF速 这个系列 我都非常的喜欢 所以其实 包括今天的这个秀 我就会 非常的 期待吧 然后也想 看一下就是 今年 李宁又会怎么大胆的来去 碰心 这样 因为前两年每一次 做的秀 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主题 那这一次 又放在了一个 运动氛围很足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会 更不一样一些 我今天这一身穿搭就是 很厉害的名字 万龙甲三合衣 风衣 也是他那CF速这个系列的 其实能看出来就是 比较 户外山系的这种 这种 风格 然后 到过平时出街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一身也是非常的 舒服